这个Pretty Girl 大家今天不会上线了 还有这个Jason Jason也谈得也是蛮肯练的 Jason他们都在上班了 Sophie Jason都在上班了 那个没有关系 事后你们这个在 他们都下线以后再看了 然后啊 然后重点是 那你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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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蓝调比较偏向于 蓝调或Jazz 比较偏向于这个 两个音的系统 两个音的话 就是要有点负点 然后再来三个音的系统 不要偏向于这个音的系统 比较偏向于三个音的系统 所以这个有够你们要练就对了 那你们先一样一样 可能一下讲太多了 对不对 你先练stride嘛 今天就给你们先量 就刚刚我已经 你们可以把影片调出来看了 对不对 然后左手 这个是一小节 对不对 这其实这假如说 你看你怎么算了 等于说这边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或者是 那你如果弦这样子 弹熟了以后 就是四下以后 对不对 换这个 换这个F 四下 这样子 一路弹下去 好不好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你假如说看 因为羡慕人家弹这个 或急心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要练这个东西 先一定要练 练这个 然后把这个 你练完之后 你每天都在练这个 你会等于说 把和弦 和弦的地盘 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 你等于说 想要观想西和弦 好了 西和弦 这个五神音节 都在这边 对不对 你可以九度不要用了 先练的 这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 对 然后再来 就是一小节换一个 你这样一练下来 你就不会浪费时间 对啊 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 反正 这些东西你练完之后 这个练这个比练歌曲还要重要 因为你练歌曲练了半天 对不对 你找不到 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模式 你这个一直弹一弹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那个像这个 像蹦的话对不对 他真的是所有同学里面最用功的就是他了 他一看斜一点 马上就 你知道 好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片 看一下 这个我把他留下来 就是上次 真的 生命睡一会 能让心底下 有什么的困长 期待哪一天 期待见一眼 永远无凡的灵 在心也无所谓 我们现在 就先用他这首歌来解释一下 假如说旋律的 像这首歌应该是教会的歌吧 你听久之后大概知道这些音 所以 记住有一个要领 你假如要练极星 练什么蓝调 插音的一些东西 你要找一些像这种歌 旋律很柔 音又很少 那我们所谓 所谓要插音即兴的时候 就是要找这一类的歌 你然后音插的比较多的话 就显现出才有的味道 如果今天他这个歌 已经很满了 你也跟着插音 你绝对味道不够 这个必须你们自己去体会 这个必须你们自己去体会 然后 这种歌 像这种歌的 你自己可以练习一下 你平常练的多少东西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个来试验 那你试验的时候 因为你要弹的时候 你发现你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弹 对不对 你好像 你找不到 最重要你现在材料没有 那你说材料 假如说好了 我们现在用吸掉好了 这样子 假如说 你只会一招 像你今天教 这个对不对 你可能 因为你就算你心中想要弹这个东西 你弹不出来 那你刚才学了一招 比如说你像我今天不是教你们这个 就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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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那你把它用上去 可是你在用的时候呢 你可能不像我这样子啊 然后 你和弦 这首歌的和弦是 Do So Do So Fa Do Re So 假如说前面的 So和弦 再回到Do和弦 So和弦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就只有这样练 就是 不然的话你练的半死 对不对 你不知道怎么用嘛 再回头看一下 今天讲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 你们都会碰到 就是 就好比小妍好了 小妍她现在一直在练这个 今天丢的这个是什么 那个 就她呢 呃 我看一下她 她是 我看她弹什么今天弹什么 没 现在弹的Jelly Ba的拍子 当然是 当然是 当然是离这个 吉星还是有一段时间 就是 就是 然后今天你要回去做功课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会谈了 懂得懂得 对不对 然后今天再加上 这个是认证三的东西嘛 以后认证三跟认证是要掺杂在一起 然后今天练这个 好了 一天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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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和弦弹完 然后小和弦再上去 这是另外一个功课 你平常练的时候 每天就在练 等你这些都已经很收 那现在我们假如说 像刚刚这个 蹦蹦那首歌嘛 对不对 这和弦的话就是 你和弦首先你要 所以为什么 这个弹琴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和弦进行 你首先要 首先要脑袋瓜里面 大概要记住这样 否则你 你没有依据的话 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弹 好假如说你现在 你的和弦 就是 现在是八小节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到手 到手 发 抖 re有时候大和小 随便你也没关系 re手 那整个和弦架构是 到手 到手 发抖 re手 那你要 你要背起来 那你开始练的时候 可能是 你就练个到手 到手 就可以了 对 你看 假如说 我们先回到西调来 好了 你看 你看 好 再看一下 你们一直在那边谈这些事情 好了看一下兜手兜手 注意哦 然后假如说你只会这一招 你刚才学着 看得懂吗 就是 可是你要急性要长一点 这种过程 你一定要这样没办法 你就是 你就这样练 就兜手 你会 你心中还是 对不对 然后再来发抖 再来握手 Re的话我看用大和弦好了 就是发抖Re手 然后第二次 才有办法这样 这样懂吧 这样懂不懂这意思 你不是这样一直练吗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歌 那现在有一个和弦 假如说有这个 在发抖Re手 在Re 对不对 好 假如可是 可是这样它就是 这个没办法 这个过程 然后假如说你 这些很多 就是这样 有没有我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弹的方法告诉你 也就是叉音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 有旋律嘛 对不对 DONG C的时候收和弦 那你就把它 又回到了 又回到了 这发 你呢 就是后来是我自己就是 你叫我一直这样固定的弹 我自己也是很难过 所以你就把你 等到后来的时候 你等于说随心所欲 你把你心中有哪些东西 就是全部把它练出来 懂吗 我今天这个观念很重要 这个歌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但是诗歌了 诗歌里面的 那个这个要问教授 我看这里面的话 今天来的都没有 都不是都 要问那个小平看看 小平可能也搞不清楚 他也是 也是姐妹的 蹦蹦也不是 那今天就是 下次再问好了 我也搞不清楚 这还好像 这些这种歌听起来还蛮好听的 再听一遍好了 好 西耶路撒冷 好的 哦 声音水 你别满 永远 Challenge 你来 550 有时候 关梦 着 庆悟 在那一天 情云也见一遍 永远不分离 在心眼所望 只没有一场 心灵水已温暖 永远尽迦 永远不分离 好 就是这意思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你们可能还没办法体会 就把它调出来看 一直看它 所以有这个好处 其实练琴 练了半天 就是 你后来就是 最后的就是急心 急心就是把这个 就像刚刚那种歌 找这种歌来玩 那你如果会急心 你不一定说要很复杂的歌 你从这个小地方 你就可以谈一谈 你就知道 人家一听就知道你的功力 这样子 对 弹琴就是这个样子 不需要找一些非常非常复杂的歌曲来谈 那还有那个 没有 他是男女合唱的 彭琴如果能够唱这么好 就很厉害了 彭琴真的是他很用功 你们都要跟他学习 他上了课他学一点 他马上就把它用上去 虽然 他搞不 实在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方向 他一直猛烈猛烈 但是呢 这个 等到他一旦这个慢慢有概念之后 就 就 就不错了 那他现在所累积的 就是他以前的东西 这样一直累积起来 这样 好我们看一下 杰森好了 杰森就是 手 手